在橋上奮力一丟 這些是太魯閣國家公園的志工 他們手中握著有好幾種原生植物 組成的種子球 丟向山壁崩塌處 希望能夠協助 恢復山坡植背 避免外來植物增生 另外這些志工也採集原生植物種子 提供公路施工單位 約七千公克的各式種子 用於噴灑在護坡工程 零四零三地震重創太魯閣 許多人也十分關注重建工作 預計年底前部分景點步道 渴望局部開放 受災造嚴重的區域 也有長遠的規劃 太魯閣國家公園 近期也推出形象短片 紀錄地震後的復健與復育工作 希望能透過影片 邀請大眾一起為太魯閣加油